孙悟空连续三次放过的女妖 为何被八戒所辱 你看女妖的前身是谁 那时唐僧的取经队伍路过了盘子洞 手无腹肌之力的唐僧被七只蜘蛛竟抓走了 为了寻回唐僧 孙悟空当即施展神通一路追寻 走着走着 孙悟空忽然听到了一阵又一阵女子的嬉笑之声 他定睛一瞧 只见七位肤白貌美的女子正在着构泉里沐浴 孙悟空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他当时就发现这七位女子乃蜘蛛竞所变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 孙悟空不但没有撤出金箍棒来将他们一一打死 反而拿走了他们的衣服裤袜 待猪八戒被蜘蛛竞抓走之后 孙悟空挥舞金箍棒冲进了盘子洞 他打死了诸多小妖 却第二次放走了蜘蛛竞 随后取经队伍来到了蜈蛛竞的住所 原来蜈蛛竞是蜘蛛竞的师兄 他往茶里放下了毒药 唐僧杀僧 猪八戒喝下了毒茶 为了降服蜈蛛竞救出唐僧等人 孙悟空请来了铅花洞的皮兰婆菩萨 皮兰婆用绣花针破了白眼蜈蛛竞的法术 就在这个时候 孙悟空再一次怜香惜玉了起来 他找皮兰婆说道 却不要打他们 只要还我师父师弟来 然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孙悟空饶过三次的蜘蛛竞 为何却被猪八戒锁辱 听闻孙悟空偷走了蜘蛛竞的衣服 八戒自告奋勇地冲向了啄构拳 八戒迫不及待地脱光了衣服 一头扎进泉水里 朝蜘蛛竞快速地游去 蜘蛛竞哪里见过 像八戒如此丑陋又奔放之人 正当蜘蛛竞吓得花容失色之时 八戒施展三十六遍 变成了一头黑鱼 不断穿梭游液在七只蜘蛛竞的大腿之间 盘的蜘蛛竞们气喘吁吁 香汗淋漓 对于这段剧情 吴承恩学得非常隐晦 但戏读过原著的朋友会发现 八戒一时冲动 又犯了一次色戒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孙悟空为何屡次放过蜘蛛竞 八戒见了蜘蛛竞 为何心仰难耐 其实你若知道了蜘蛛竞的前身是谁 就会恍然大悟了 吴承恩在书中借着土地公是这么写的 那正南上 离此有三里之遥 有一座啄构拳 乃天生的热水 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 注意看吴承恩的用词 他说着啄构拳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 上方自然指的是天庭 而七仙姑极有可能就是七仙女了 可别以为笔者无中生有 当孙悟空冲进盘丝洞大杀四方的时候 孙悟空曾对小妖们喝道 你们是谁 小妖们回道 我乃七仙姑的儿子 你看蜘蛛精也叫七仙姑 他们的原型显然就是天庭的七仙女 只不过七仙女惹怒了玉帝之后 像猪八戒一样被打下了天庭 这才堕落成妖 七仙女究竟做了什么 落得如此悲凉的下场 答案很简单 当年七仙女在盘桃园摘桃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正在酣睡的孙悟空 原文是这么写的 七仙女道 我等是王母娘娘拆来的七仙女 摘取仙桃 大开宝格 做盘桃圣会 雾仙在此摘桃 万望数岁 大声闻言道 可请我吗 仙女说 不曾听着说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清楚 孙悟空暴怒之下 搅扰了盘桃圣会 而这一切都是七仙女当初口无遮拦 对孙悟空提及了盘桃圣会 事后 玉帝派人仔细调查 最终发现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 完全是因为七仙女的祸从投出 玉帝震怒之下 将七仙女贬下凡剑 于是就有了着构权的七只蜘蛛精 孙悟空身为灵敏是侯 拥有火眼金睛的他 早就发现了蜘蛛精的前身 为了留一些故人的香火之情 孙悟空这才连续三次放过了蜘蛛精 但对于猪八戒来说 他当年可是玉帝身边的天蓬元帅 早就对七仙女的美色垂涎三次 可惜天庭制度森严 八戒无从下手 哪知时隔五百多年 七仙女竟堕落成腰 还被八戒在着构权里逮住 常言道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难怪八戒会使出浑身解数 最终在着构权里欺辱了七仙女 八戒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 十四年后 八戒被如来在雷音寺里评价为色心未敏 错过了诚服的机会 着实让人唏嘘